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七百二十六集 仙选足 天空中那些飞出之人在亡林临近时 不断地退后 仿佛不敢接近 其中很多人眼中露出恐惧 在亡林前方带路的老者 此刻面色立刻阴沉下来 冲着前方那些飞出的族人 以一种奇异的语言说了几句 那些飞出之人一个个沉默 相互散开 那老者连忙转身看向亡林 恭敬地说道 上先请 这里就是我族居住之处 老者说着 身子向下将去 在此地一处最高的建筑内亭下 东身站在一旁 亡林身子落地 目光一闪 神石散开一扫 虽说确定无碍 但却没有进入 而是缓缓说道 在这里就可了 不需进去 老者一睁啊 随即脸上露出苦涩 没有继续邀请 而是点了点头 天空中 仙一族族人立刻凝聚 围在了四周 一个个神态紧张 直勾勾地盯去 上先 那老者话语尚未说完 便被亡林打断 亡林此刻神色平静 望着老者 平淡地说道 此地之人 为何看见我后 会有那种恐惧的目光 老者脸上苦涩更浓 沉默片刻后 长谈一声 说道 仙界之人 已经有很久没有来此了 先王更是仿佛把我们遗弃 在这里 下民是年纪最老之人 可是啊 不瞒上仙 您是下民此生见过的 唯一一个仙人 若非是在我先选族的 典籍内有记载 怕是下民 也不会认出上仙的身份 更不用说 其他族人了 亡林没有说话 只是冷静地望着对方 那老者犹豫了一下 一声道 我族奉逍遥先王之命 世代守护玄阴鼎 可是从三万年前开始 玄阴鼎却是每隔百年 便打开一次 每次打开都会从旗内 喷出大片黑雾 那些黑雾化作妖兽 更有其中极为强大者 可以化作人形 我族在这三万年来 死于化作人形的雾兽者 数不胜数 所以从那之后 凡是在这里出现陌生人 几乎全部都是雾气所化 至于我族之人 因有符文落身 那些雾兽 却是无法幻化 只是如此一来 上仙的出现 除了下明可以看出 是仙人之外 其余族人无法分辨 甚至对于下明之话 他们都有些不相信 始终不敢确定 上仙是否是雾兽所化 老者常叹中啊 道出了原影 王林略一点头 这老者虽说呀 拥有一定的可信度 结合前后之士 以及四周人的表情目光 却是有几分 如老者所说的样子 那悬音顶在哪里 王林沉默少请 平静地说道 那老者恭敬地说道 在我族禁地 上仙现在可是要去 王林沉吟少许 点了点头 他倒要去看看 这悬音顶到底是何物 那老者正要说话 但就在这时 忽然一声大喝 从四周天空的人群中 漠然传出 仙族 不可带此人去悬音顶 这声音呢 如同惊雷 轰隆隆之际回荡 与此同时 天空人群散开一条通道 只见一个身高约一丈的大汉 赤裸着上半身 一步一步踏着虚空而来 此人上半身呢 充满了黑色的符文印记 密密麻麻之下 几乎弥漫全身 甚至就连他的颈部 与面网 也已经被这符文覆盖 在这大汉的眉心呢 一株十三叶植物 诡异的如动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充满了妖异之感 十三叶 王林目光一宁 在他的印象中啊 朱雀星的仙仪族 最多也就是十一叶的依族 相当于杨石秀时 王林神色如常 冰冷地看向那大汉 这大汉树不下 便直接踏来 他的出现呢 立刻使得四周 仙仪族族人传出振振欢呼 神色中啊 更有崇敬之色露出 阿山 莫要对上仙不敬 王林身边的老者 顿时立刻的 那大汉眼中露出寒芒 盯着老者 冷笑的 仙族 你老了 莫非像仙人 想得痴狂了不成 这世间 怕是根本就没有仙人存在 祖宗的典籍 都是杜撞而出的 否则的话 为何这无数万年 我族从未见过 任何一个仙人来自 住口 我仙选族 自古便是仙人 在世间的使者 若没有仙人存在 如何能由我族存活 况且仙王当年的仙域仍在 你敢不信 老者面色阴沉 大喝的 信 所谓仙王 不过就是一个强大之人的残余神石罢 让我如何信 却信一个无数万年前留下的神石 我更相信自己的力量 大汉右手一握 目中露出强大的自信 大逆不道啊 老者身子颤了 指着大汉咬牙道 你 我大逆不道 那又如何 仙人仙人 我族在这幽冥兽体内无数年 一直按照仙域守护悬银鼎 可换来的是什么 是悬银鼎内的雾兽 是族人一个个的死亡 在那雾兽残杀我族人之时 仙人在哪儿 老族 莫要再提仙人 今日 即便此人真的是仙人 我踏山 也要杀仙 这大汉说着 目光猛地落在王林身上 神色带着寒影 向前默然迈出一步 瞬息间呢 便来到了王林身前 一拳轰击而出 这一拳轰出啊 立刻发出砰砰巨响 但见一道道符纹 凭空的幻化而出 在这大汉拳头四周 形成环形排列 仿佛蕴含了奇特的阵风 仙人 拿出你的仙力 让我看一看 仙人 到底凭什么成仙 王林目光冰了 他对于仙仪族极为了解 此人呢 显然不是符咒师 而是以肉身强大著称的符师 一拳而来 立刻 王林便清晰地察觉到身体四周 仿佛被凝固 他的身子 好似被这一拳带起的奇异之力笼罩 似乎被封死了一切退路 王林神色始终如常 平静地说道 还算尚可 只是 不够 话语出口的同时 王林抬起右脚 向着地面轻轻一踏 顿时 一阵喷喷之声 漠然间出现 王林脚下的大地 立刻以其为中心 向着四周 疯狂地蔓延 在延伸的刹那 王林身体的禁锢封死 顿时崩溃 仿佛镜面破碎的声音 回荡之下 王林身体外的一切禁锢 全部瓦解 除此之外 这瓦解的力量 更是倒卷而回 向着王林四周横扫 那一拳冲来的大汉 此刻面色一变 他立刻便感受到了一股 强风扑面 身子不由地为之一环 王林身子向前迈出 一步之下便来到那大汉身前 右手抬起 在这大汉前胸一碰 这大汉身子立即聚颤 双脚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全身符纹印记 在这一刻散发出 极为四目之芒 这一退便是数十不外 大汉胸口看不出伤势 但体内却是有如风暴在内 只不过受到符纹印记的作用 却是没有太过严重 略一休息就可恢复 这大汉脸上露出争鸣 大吼一声 右手在身前一拍 立刻便有轰隆隆的声响回荡 与此同时 这大汉全身的印记符纹 立刻疯狂的蠕动 一一透体 幻化而出 在其身边十丈内 无数密密麻麻的符纹弥漫 看起来极为惊人 这大汉身子向前猛的一冲 其身体外的符纹立刻跟随 直奔亡灵而来 亡灵目光一声 这大汉肉身的强度 虽说比不上他当年的鲜味 但却也相差不多 极为坚韧 他神色如常 冷笑中 右脚向前再次踏出 这一步 好似跨越了距离 瞬息间便无限的临近 那冲击而来的大汉 在二人临近的刹那 大汉右拳挥舞 一击而出 这一拳呢 立刻使得四周 天地 好似晃动一般 其身体外的那些符纹印记 更是一闪之下 仿佛一个个神通之法 冲向王林 王林眼中寒芒闪烁 右手向前一指 仙树定身 刹那前出现 那大汉身子立刻一顿 就在这时 王林右手双指成剑 又一次按在了大汉的胸口 砰的一声 大汉身子被抛飞 喷出一口鲜血 双眼看向王林的目光 露出一丝震惊 至于他身体外的那些符纹印记 此刻也是倒卷 随着大汉而去 此刻 震惊的不仅是他 四周一切观看这一战的 仙选族族人 全部都是心神俱正 一片安静 上仙息怒 刘塔山一命 仙选族的仙祖老者 此刻脸上露出焦急 连忙说道 不用 那大汉身子落下 踏在大地 身子再次后退 一直退出十丈外 这才稳住身子 抬头大喝一声 双手掐绝 在胸口狠狠的一拍 立刻 其身体外的那些符纹印记 顿时诡异的蠕动 迅速收缩 再次回到了大汉体内 但却并非 是化作如之前般的印记 而是高高的鼓起 几乎刹那间呢 便在这大汉身上 形成了一副黑色的铠甲 这铠甲一现 立刻便有一股阴森之气散出 甚至在大汉身后啊 隐约中幻化出了一个黑色的虚影 仿若魔神 你先刺灵甲 你居然炼化出了灵甲 先选族先祖老者 此刻倒吸口气 失声道 王林目光一宁 这铠甲 他有些眼熟 分明就是当年那 与妖灵之地散磨铠甲 极为相似 唯一不同的 是这铠甲上的磨气 并不浓郁 好似被另外一股力量压制一般 大汉怒吼中 身子冲出 以他的高大 此刻穿着铠甲 就仿佛是一个远古巨人 若是有胆小者 怕是看一眼 就会心神俱振 尤其是那漆黑的铠甲上 蕴含了一股 多人心魄的疾异 那大汉一冲之下 其身后的那虚幻的魔影 露出猙獰之帽 他冲出之际 右手一拳向前轰击 这一拳之威啊 超过了之前的两拳 更是气势惊人 再打出的一刹那 他身后的虚幻魔影扭曲 化作万缕烟丝 缠绕在其右拳上 这一拳啊 轰出之时 立刻爆出一片奇异之音 传出勾人心神的气息 直奔亡灵而来 更是在大汉拳头之前啊 那万缕烟丝缭绕下 化作一个好似骷髅的黑影 带着无声的宁笑 欲要把亡灵吞噬 亡灵神色依旧如常 平静地望着冲来的大汉 张口一吐 立刻飞出一个沙里 幻化之下 百丈碎片 刹那间出现 直奔那大汉杂趣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